我講講袁國勇 袁國勇要大家記得印象比較深的 袁國勇是之前比較活躍 是一個政府比較活躍的專家 他現在確診了 他沒有病徵的 某程度上 他阻證了 他接種疫苗是有效的 可能在他的身上 病毒不會產生一個明顯的病徵和輔助 導致他覺得自己 休息在家裡休息幾天 他也說他一直沒有休息 這次就變相要讓他家裡休息一下 那麼多年可能是比較少的休息 這個祝福他盡快好 但是大家對袁國勇的印象 其中一個比較深刻的 是袁國勇叫大家戴兩個口罩 大家也看到袁國勇是因為他本身的專業 他本身也是政府專家 所以他很小心 在高危的地方 我們大家在電視上或者在影像上看到的紀錄 他都是戴兩個口罩 即是說他除了戴一個外科口罩之外 可能他會戴多一個口罩去遮住 又或者戴一個鴨嘴形式的N95的口罩 這個口罩是一個 可以這樣說是 是否術室的過濾口罩 是真的可以 是很強烈地 是過濾了病毒 理論上 袁國勇打齊針 也戴了口罩 也有非常好的 去知道哪個地方有危險高危 但是他仍然確診 某程度上可以說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這個病毒本身 原來是一個本身在上一次第五波疫情裏面 是沒有確診的人士 如果這次遇到的話 是大機會確診的 這是第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在這個社樓社會 或者在政府 或者在政府附近的一些人 不知道為什麼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們開會根本不戴口罩 總之 就是無論政府高層 或者跟政府高層密接接觸的人士 包括了衛生防護中心歐家榮 醫生 又或者現在是袁國勇 他們就是中籤的機會 就是中獎 中這個病毒的機會是大一點 我們首先見到政府高觀眾 這個真的令人很詫異 你譬如孫東 即是我們科技衛生 科技局局長 孫東本身他知道 他要陪李家超上去廣州深圳訪問 他知道 所以他應該更加小心自己的身體 但是他就是 是剛剛上去之前的兩天確診 這個可以見到 就是究竟在政府的高層裏面 是不是出現了一個群組性的爆發 這個群組性爆發 跟政府高層的一些活動 或者一些習慣是有關的 現在政府高層 甚至乎蔓延開去 除了政府的高官之外 跟政府高官多接觸的 包括袁國勇 包括歐家榮醫生 這些是跟政府的衛生官員 或是跟政府的民政官員 經常接觸的一些人士都確診 如果我們當時 如果香港政府仍然繼續 標榜確診數字 繼續標榜確診數字 就是我的意思 我們覺得 在市民方面 很多人都覺得 都不應該再看確診數字 應該看重症 和死亡個案 看著這兩個數字 就知道我們的醫療系統 頂不頂一順 知道我們病床夠不夠 或者知道這個病毒 的利害程度去到哪裏 這個數字如果仍然 平穩地走 某程度上我們可以想像 對我們的影響 可能相對是小的 又或者如果這個數字 即是重症和死亡個案 大部分都是 有長期病患的 有其他一個因素 我們相對安心一點 譬如前天有個27歲的年輕人 都是死亡的 不過又說 原來那27歲的年輕人 本身有長期病患的 我們會覺得安心一點 但如果不是 無端端有些40多歲 50歲 30歲 20多歲的年輕人 或者青藏年的人士 確診了 果然是重症甚至死亡呢 而他是沒有長期病患紀錄的 這個就會令我們警惕 好了 但是對於 如果政府 是不斷用數字標榜 是希望谷針的 我不去反對政府谷針 不可以反對的 因為這個反對 是分分鐘犯法的 是煽動的 但是另一方面 政府是不是應該 都要考慮一下 政府自己要帶頭 做好自己一個榜樣呢 如果政府內部高層 都有一個爆發的群組 這個群組看下去 除了政府高官之外 連同政府高官密切接觸的 包括衛生服務的中心歐家榮 本身都是官來的 又或者經常跟高官接觸 經常開會 經常開專家會 經常討論一些疫情的對策的 袁國勇教授都確診 這又如何令香港市民信服呢 香港政府在抗疫 在containing the virus 即是在對抗這個病毒的時候 他們真的拿捏得很好 是完全掌握病毒本身的特性 以及知道如何應付病毒呢 這是令人極之不好的印象 如果你說個別 譬如美國也有 個別福奇也確診兩次 那是摸口飛的 因為你要接觸很多人 但是如果在政府的高層裏面 好像群組性一樣爆發 那究竟是不是政府高層自己 在開會期間 或者自己活動期間 根本都不戴口罩的 或者根本的生活 就好像我們之前見到的熊門燕那樣 是仍然匪爛的呢 這個可能大家 政府應該這樣說 都要注重 如果經常出現高官 和達官貴人 不是達官貴人 和高官密切接觸的人士確診呢 某個程度上 令香港市民都覺得 你都做不到 那為什麼你又要 可以有能力管理我們呢